一个人如果是心脏不好 当然会跟痰中穴有关 为什么会跟痰中穴有关呢 我认为痰中穴就是节律点 什么叫节律点 节律点是心脏里面一个特化的细胞 它会负责发出命令 叫心防心室开始跳动 至于顺序如何我就不说了 痰中穴要正常运作 其中有一大重点就是心包筋要顺 它是从痰中一路通到中指出去的 这个叫做心包筋 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 不过我要提到的是 一个人会心脏产生不正常的跳动 恐怕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 是在于圣经 圣经是什么呢 圣经这条筋很有趣 它是从脚底的涌泉线沿着小腿的内侧 大腿的内侧 然后穿越尺骨 过了腹腔以后进入胸腔 进入胸腔以后 它有两边各有六个血点 分别是布朗 神风 灵虚 神藏 玉中 玉腑 更有趣的是这左右的两个血点当中 终结分别夹着人脉上面的血点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两个布朗夹一个中庭 两个神风夹一个坛中 两个灵虚夹一个玉堂 两个神藏夹一个子宫 两个玉中夹一个滑盖 两个羽腑夹一个玄姬 然后在上面才到人脉的天突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夹呢 因为它们就是一个乐间神经的展现 横向的乐间神经如果不通 中间也不会通 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啦 如果东西向快速道路不通 南北向的高速功夫必然也在塞车 所以如果说你要想要疏通你的坛中 你想要让你的人脉顺一点 你大可同时做左右圣经的这两边的血点 好 看看我这个示范的动作 也不必太计较血明是什么 大概就是胸腔上做这个来回 这样子的挂 或者你用点 或者你用来回挂杀 好 用这种这样子的动作的方式 我相信有助于打通这一个左右的两排 当这个左右两排比较顺的时候 中间这一排人脉一直到天突 应该会比较顺才对 各位 各位也不妨试试看这个动作 来 就是这样一个 用四个手指的第二节 左右两边 两个四个手指第二节 来回这么夸杀 我相信对改善你的心跳问题是有帮助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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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